今日豆花妹菜黄乳受邀担任募集发票的公益代言 接会邀请的豆花妹立刻答应并亲自到院区关怀脑贪儿 还鼓励高校生们每天捐一张发票来一起做公益 三二一 公益银汉高校lowhouse 当天主办单位特地准备蛋糕来为昨十五日生日的豆花妹请生 现场还播放豆花妹的偶像 五月天 戴佩妮 姜贵 黄子娇等多位艺人为她录制的生日祝福短片 让豆花妹忍不住眼泪 溃滴而出 很开心 就是会觉得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 就觉得有朋友 因为可能我现在比较难交到朋友 然后跟家人的相聚时间也很少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帮助很多人 然后因为我妈妈以前就有说叫多帮助别人 可是我自己以前都觉得我能帮助什么 没有那个能力 然后现在觉得 很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觉得我自己变得很重要 至于自己与公司签的敬爱条款 豆花妹表示 对敬爱条款会努力遵守 但她也坦然表示自己会忍不住 会忍不住 23 24其实会啊 而且也当然 自己一个人是有时候常常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 交男女朋友 自己也很羡慕 可是 就会觉得 没关系 就是 我就可以跟家人的 愿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对 感谢观看